玉山不是玉山 而是族人的东谷沙飞 语言是我们的根 更是我们要大声诉说的主体 那个部分是最迷人最神秘 必须要你去解谜 你就让自己站在那个 你拥有权势的那个位置 作家又是向导 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 全为了实践 族人在这块土地上 真实存在的生活着 我用文学的方式去展露了 我所认为的文论跟山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世界观的想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透过一个高山生态旅游经营的模式 去实践一个自主性的可能性 然后把我们的高山的 民族的这些文化元素放进来 玉山之子Niko要向全世界诉说他的石壁 我们是这个山的守护者 9月21号晚上7点半 就在石壁向前走 我们下期再见